大家好,我是小勇 现在下午两点钟啊,修理带着我到医院来检查检查 我这个腿啊,有毛病了 就是说自从这个冬天,去年这个冬天出去啊 到现在这个腿一直痛 每天都贴着膏药了 就这个地方痛 膏药没停过,但是还是疼 所以说到医院来拍个片子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啊 行,走吧 这是我们浦阳的,是这个胜利路的这个中医院 到这里挂科 还不知道挂哪一个呢 属于骨科呢,还是属于外科呢 你要问一下这个 就是说这个腿痛 就是骑车吹的挂哪一个科 它就是风刺的那种感觉吧 风石科 在二楼去挂科 嗯,行 好好好 固疑可难可 没有风石啊 这个四块五毛刮个骨科去看一下吧 找个地方先等一下吧 排队了已经 痛,痛得厉害这个腿 修理啊 修理啊 嗯 我要是这个腿忏悔了咋能啊 啊 忏悔了 啊 忏悔了叫你一天吃你的那饿你三天 想把肺结 王八姓 不能收亮不能跑了 碰潮,喝了再说 呃 半个月能养好了吧 嗯 嗯 一半多长时间康复啊 这个 一个月 一个月 对 一个月好 一个半个月就签了 中中中 这吃了有限制不 嗯 吃东西没限制 这也不是哪个呗 哦 这叫急剑发炎 急剑炎 急剑炎 嗯 好嘞好 啊 这都放心了 这一看看 现在这个开完药了啊 把把这里费用付了一下 然后拿完药 就可以了 身份整个 刚才问了一下 农村这个医保用不了啊 花了205块 看一下吧 205 买了这么多药 软膏 这啥 喝60个了 这个 这个是小院了吗 应该 艾瑞 这检查检查 没大毛病 就放心了啊 现在回去 把药吃了 就这一会儿的工夫 八斤猪头肉 干没了 你看看 油煞 油煞 别油饼 没钱 油煞 别油饼 这小毛病了 大毛病 主要 脑活都得 几千块钱 几千啊 嗯 嗯 嗯 你推车了 你又没事吧 没事 是吧 但是 没大毛病 咱是夜 不得可胡思 啊 现在打个几分 同样 我把雨给我渴了 这炒大了 你能吃饱了不 嗯 嗯 大猪小猪 老子 嗯 嗯 真香 嗯 因为碎咋子 已经被掉地上了 早长了 平时带着店 嗯 嗯 不知道谁想人呀 炸这几分 嗯 嗯 不能吃油啊 多吃两个几分都不 都好辣可以 嗯 吃啥不啥 嗯 给大家看一下啊 都蒸这个药篓子了 这今天提了一兜 这个是拉肚子 只饿的啊 嗯 这个呢是 这个膏药啊 哎呀 吃药 哎呀 哎呀 接着膏药都疼 这个地方啊 对 就这个地方 等会再涂点 今天开的药 这要包装挺不错的啊 这个喝三个 这个呢 喝一个 冰冻三尺呢 并非一日之寒啊 这是这个出来很多天 在外面潮湿 加上汽车 风吹的 就是说 才导致了这个 腿的下半部发炎啊 说严重嘛 也挺严重的啊 说不严重嘛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实在是痛的不行了 才去看医生了啊 我以为就是说 是那个风湿呢 实在不是 一般风湿呢 是就是下雨的时候 膝盖是痛啊 这个地方痛 我以为是 自己认为是 风湿的原因啊 幸好呢 咱去医院检查了 检查了 咱现在就是对症下药 把药也吃了 我相信呢 这个 一个礼拜 差不多养养 会有一定的效果啊 摩托车也买了啊 但是这个 咱该进行的 也得进行啊 把身体养好吧 养好了 这个暖和暖和 再往外跑 最近的这段时间 在家呢 也有点事啊 明天呢 去吃席 行 今天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 还有大家的关心 还有说 大家推荐我买这个头盔 修理在网上花八十八 给我买了个还没到货 买一个好的 我看了差不多 得两百多 这整摩托车 比整电池费钱啊 但是有些东西 也不能应付 总的来说 这个车还是可以的 现在是人不行了 行 咱们下期见吧 咱们下期见 早食&护原子 有资料 在这一步